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果 参考经文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祂的恩赵有何等指望 祂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以夫所书一章十八节 我的女婿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来买食物 她把身为空巢人士的我们的食物开支 与他们一家五口的开支比较时 感到大惑不解 当他们再来我家时 我建议他们留意我孙子的行踪 他们进屋后不到几分钟 食物储藏室的门被打开了 房子另一边的冰箱的门也被打开了 她一边大笑 一边摇头 我喜欢见到我的孙儿 在我家感到自由自在 他们知道 在哪里可以找到 他们想要的和爱吃的零食 他们知道 在祖父母的家中 他们有这个特权 而他们的父母和朋友来家里时 也是一样 保罗为以夫所信徒祷告 他明白 他们也需要知道自己的特权 在他们被耶稣赐予的丰盛祝福充满时 他们需要有属灵的知识和悟性 耶稣挑战他的跟随者 来参与他正在进行的工作 他说 他们若懂得怎样支取 他们已被赋予的能力 他们将要做比现在更大的事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我们也可以得到 我们需要认识到 我们的产业是何等丰富 以至于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需要打开圣经 去寻找供我们使用的巨大财富 就好像我的孙子懂得怎样打开食物储藏式的门那样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求祢以祢的慈爱和恩典照亮我们的心灵 好叫我们能被祢的丰盛所充满 阿们